封面新闻记者杨雪田之路送宵中,与恒明明刘秋凤燕磊。 4月21日,复活节上午九时许,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三家五星级酒店,两处教堂及东部城市巴蒂卡洛,一处教堂连续发生爆炸事件。 斯里兰卡国家医院表示,爆炸死亡人数,已上升至188人。 其中包括11名外国游客,目前已血润有一名中国人遇难,有中国人失联。 当地华人团体正在寻找中。 当地中国导游郑先生告诉记者,此次爆炸主要针对的是教堂。 所以中国民众伤亡不多,但他此刻非常担心自己的朋友。 有两个中国朋友,入住香格里拉酒店,也遭受了袭击,一直失联,不知道是不是在医院。 郑先生介绍,在爆炸的地方有很多军警,政府的地方也是加强防守,但是还是建议没事留在家里不出门。 尤其爆炸的地方,目前,当地学校已停课两天。 斯里兰卡华驻中心刘金红女士,在得知爆炸后,立刻赶往香格里拉酒店。 到达后听说有伤员送去了国立医院。 所以我马上转去国立医院看看。 刘女士说,自己的主要目的,是替人寻找四名失联的华人。 这四个人有两人爆炸时,在香格里拉,还有两人当时在另一个酒店。 爆炸发生后,斯里兰卡大街上全都戒严。 当地华人都很害怕,许多人都在考虑回国的问题。 刘女士说,爆炸案的发生,对许多华人在当地的投资,造成了极大的损失。 爆炸中受伤的中国人王先生化名,在接受封面新闻采访时说, 我上午起床吃早餐的时候,在餐厅外面发生爆炸。 当时人不算多,突然就爆炸了。 我伤势不算严重。 两处皮外伤已经缝合。 爆炸很猛烈。 整个人都被冲飞了。 爆炸亲历者。 自住餐厅和走廊,被炸得面目全非。 下午一点左右。 在柯伦坡肉桂酒店上班的四川都江艳人贾学勇,向记者描述了当时的状况。 他所在的酒店受到了此次爆炸袭击。 柯伦坡早上九点过。 贾学勇被酒店的一阵警报声吵醒。 他以为是演习。 就没管。 没想到。 警报一直响。 他从窗户往外望。 才被惊了一跳。 酒店的自住餐厅和走廊都被炸毁了。 他们给我说。 先不要出去。 贾学勇告诉记者。 酒店工作人员让他暂时不要离开房间。 等候进一步的讯息。 成都游客。 已与领事馆取得联络目前情况较稳定。 成都游客黄女士,于当地时间21日凌晨1点半到达斯里兰卡科伦坡。 若不是航班晚点。 按照黄女士计划的行程,也有可能失灵爆炸现场。 21日上午。 黄女士上午在泥干部。 离发生爆炸的教堂很近。 飞机幸亏晚点行程有变。 不然今天很有可能出事了。 现在斯里兰卡各电视节目都在进行报道。 黄女士了解到。 当地有四个地方遭受袭击。 出事的两家酒店都是中资机构。 但目前当地情况较稳定。 部分当地人已经恢复正常生活。 黄女士称。 目前正打算去米瑞亚国家公园。 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继续旅游。 他表示。 当天已经与中国领事馆取得联络。 领事馆告知他们不要前往危险的地方。 不是很担心。 这边领事馆会及时通知。 斯里兰卡政府将实施消尽。 关闭社交媒体与资讯服务。 爆炸发生后。 斯里兰卡政府表示。 将从晚上6点开始到明早6点实施消尽。 呼吁民众在三个小时内回家。 同时。 政府还将关闭所有的社交媒体释出渠道与资讯服务。 警方表示。 稍早前在科伦坡郊区Dirky Wallet动物园的一家酒店外。 发生了地区起爆炸。 造成两人死亡。 目击者称。 当时听到巨大的响声。 随后爬上自己房顶检视。 两架直升机飞了过来。 随后听见了救护车和消防车呼啸而来。 该目击者称。 目前,爆炸造成的浓烟已被冲散。 当地华人圈一片震惊。 科伦坡连刑事案件都显有发生。 目前,在斯里兰卡的华人和旅游团都还处于惊魂未定的状态。 不敢出门。 斯里兰卡华人商会会长张聚集, 接受封面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 爆炸发生后。 当地华人圈陷入一片震惊。 斯里兰卡是一个相对非常安全的国家。 常住的华人人口有一万人。 大家都已能在这里工作、生活、学习,而感到庆幸。 张聚集说,自己在斯里兰卡已经生活了25年。 他回忆道,从2009年内战结束后, 斯里兰卡10年来长期处于和平、稳定的状态。 首都科伦坡连刑事案件都显有发生。 斯里兰卡的宗教冲突一直存在。 但和全球相比,表现得并不十分明显和严重。 今天发生的爆炸,让所有人震惊不已。 另外,张聚集还告诉记者。 爆炸发生后,有媒体披露。 斯里兰卡警察局长郭吉尔森巴尔曾在爆炸时片前, 向高阶官员传送情报警告。 内容为,NTJ组织National for Islamists正在计划向著名教堂 及位于科伦坡的印度高阶专员公署实施自杀式袭击。 据BBC报道称,NTJ是当地的一个激进穆斯林组织。 爆炸发生后,驻斯里兰卡使馆以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 通知当地中资企业华侨华人及在私访问的国内团组注意安全。 据目前掌握情况,已有四名中国公民受中轻度伤送医。 使馆领事官员已前往探视。 伤者目前状况稳定。 我们当地的华人,现在主要通过微信群交流动态, 同时也积极配合大使馆、时刻, 密切注意中国同胞在斯里兰卡的安全情况。 张聚集说, 斯里兰卡内战平息一十年。 为何基督教社群突然遭遇恐怖袭击? 据海外网援引外媒讯息称, 目前已确认是自杀式炸弹袭击。 蒋明嫌疑人为扎赫兰杂克姆VHRANHSHRM和阿布穆罕默德阿布穆罕默德爆炸发生后, 进度记者拍摄的一张现场照片, 疯传国外社交媒体, 并配上了基督教社群被袭击的标签, 事发时正值基督教的复活节。 当时, 教堂内有许多信徒, 正在参加复活节仪式。 复活节是一个西方的重要节日, 是为纪念耶稣基督于公元30到33年之间, 被钉死在十字架之后, 第三天复活的日子。 据斯里兰卡官方资讯, 该国的宗教信仰, 主要有佛教、 印度教、 伊斯兰教和基督教, 其中70.2%民众信奉佛教, 12.6%信奉伊度教, 9.7%信奉伊斯兰教。 此外少部分人信仰天主教和基督教。 斯里兰卡基督教事务部 M-I-N-I-S-T-R-Y-O-F-C-H-O-Y-S-T-I-A-N-A-F-F-I-R-S-S-O-Y-L-A-N-K-A, 在其官网上, 援引斯里兰卡人口与统计部的资料显示, 首都科伦坡的基督教, 与天主教信徒人数为全国最多。 在所有信仰这两个宗教的人口中, 占比大约分别为3.9%与31.5%。 在这样一个大多数人口都信仰佛教的国家, 许多的习俗都与佛教有关。 在斯里兰卡佛教僧侣, 是备受尊敬的。 斯里兰卡居民和佛教僧侣对话时, 不论是站住, 还是坐住, 都设法略低于僧侣的头部, 更不能用左手拿东西, 递给佛教僧侣和信徒。 在参观佛教寺院时, 不能对佛像坐踩、 跨、旗等无理动作。 而且进入寺院, 要赤脚, 不可穿鞋和袜子, 也不可戴帽子。 斯里兰卡的居民与人初次见面, 多采用握手, 双手合十的方法来打招呼。 双手在面部合十是最为规范的做法。 斯里兰卡人喜欢红色、白色、黄色等颜色, 更是乌鸦为吉祥物。 喜欢用燃灯的方式, 来庆祝开业、 电机、宗教仪式等。 十年前的2009年5月18日, 在击毙了蒙虎组织领导人后, 斯里兰卡政府宣布斯里兰卡内战结束。 联合国称这场内战, 造成8到10万人丧生。 1983年7月23日, 至2009年5月18日, 斯里兰卡民主社会主义共和国民族之间, 政府军和反政府军之间, 发生军事冲突。 交战双方主要是斯里兰卡政府, 和泰米尔伊拉姆蒙虎解放组织。 平静十年之后, 斯里兰卡带起波兰。 本文由树木计划作者, 封面新兴国际创作, 在封面新闻和今日头条独家释出, 未经授权, 不转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